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買白麵包是不健康的 因為白麵包大家都知道 它是高升糖指數 實現之後血糖就會上升得很快 所以不是一個好選擇 所以每個人都現在為了健康 就選了麥麵包 但是市面上有很多麥麵包 究竟你選得對不對嗎? 今天跟大家一一去分析 或者去分析一下 大家好,我是素先生 註冊營人師 從事這個工作 十八年非常喜歡我的工作 我的格言就希望教導你 是可以吃得有型 更加活得健康的 今天就講一下探討麥麵包 當我們買麥麵包的時候 大家第一件事要看什麼 你可能留意一下它們的蛋白質 它們的脂肪 你留意一下它們的纖維 這個不是不重要 但是這個不是最重要 當我們買麵包的時候 尤其是現在麥麵包實在太多款式了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有這個選擇困難 因為實在太多款式之下 我們買麥麵包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留意它的成份表 以成份表來說 它是很簡單 你看成份表 頭幾個成份就是最主要的成份 就像一套戲 頭幾個名字就是最主要的角色 即是主角 或者是第二的主角 但是最後的話通常是配角 即是Cate Affair 的名字 跟我們看成份表一樣 最重要的幾個成份都會放在上面 一般的用最少的成份 就會放在最後幾個名稱的期望 當我們買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留意 就是第一個 就是不要看到標籤寫著 GMO、Non-GMO、Gloom-free、 オーガニック、 或者什麼高脂肪、高脂肪 看到這些時間就馬上去買 沒有 因為它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吸引你去買它 我們只要知道它寫這些準確性有多大 也都行是真的好像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看它的成份表 看成份表第一樣要留意 就是它們的花 一般來說你會見到 最普遍會見到 在一個 whole wheat bread 會寫著 enriched flour 或者enriched whole wheat flour 那你說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麵粉來說 當它加工過 它會拿入裡面最主要的 最基本的B維他命 是拿走了 所以當它寫著enriched flour 它再加進去 就好像有些人 等於一個人拿了你100元 然後給你80元 我給你了 大家 它原本的100元是我的 你給80元是我 那你是在幫我 就沒有幫我 大家都知道 那些人說 我已經吃虧了 我原本的100元是沒有的 我給了你 然後給我80元 那是enriched flour 所以enriched flour 被人感覺上好像 咦? 那間公司做個麵包 特意選一些麵粉 是加營養素 no 那些營養素拿走 再加進去 就好像100元 給你80元 你也是吃虧了 所以我們買麵包的時候 千萬不要買 看到寫著enriched flour 通常是寫著enriched flour 然後它會割滾 看到它裂出 你就知道它會給你錢 但是拿了你100元 所以這個不是好事 所以當我們選的時候 我們要選的是 whole grain flour 或者whole grain wheat flour 這個是很重要 但是看完whole grain wheat flour 我們要看看其他 它們有沒有用什麼油 用菜油 或者用一些漂亮的油 然後你們朋友有沒有加糖 有沒有加鹽 它加糖是用什麼糖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成分 那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就算很多時候 我可以跟你說 我不需要看標籤 我看成分 我已經知道 這是一個好的選擇 或者是不好的選擇 我基本上是不用標籤的 因為標籤 來來去去的麵包 不是太大的分別 而最重要的是 生產商知道你想找什麼 所以它正正 就加料 加入去 令到那個標籤上 你想找的東西 看上去不差 但是如果我們要探討標籤 要留意的東西 我就教你看 二、三、三 OK 意思就是說 一片麵包 不多於兩克糖 一片麵包應該多於三克或以上的纖維 一片麵包應該多於三克或以上的纖維 一片麵包應該是三克或以上的蛋白質 這個叫做二、三、三 但是對我來說 要看它的成分表 如果它的成分表是好 如果它的成分表是好 二、三、三的機會是很容易的 當它成分表不好 就算二、三、三 我都不會買 因為成分表是很重要的 OK 我希望大家記得 兩份的糖分 意思是兩克的糖或以下 三克的纖維或以上 三克的蛋白質或以上 一片麵包 就等於一個好的選擇 更加知道它是一個很不好 或者是很好的選擇 就看回那個成分表 那現在我想快快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這個成分表有些麵包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永遠看最好的就是看回自己的東西 那如果你留意到 我特意是做了一件東西 給大家去看到 第一個牌子叫做Wonder Bread OK 這個牌子已經白麵包 沒有一個小孩不認識的 OK 任何成腸 我從小到大 我以前都有吃過Wonder Bread 那這個呢 現在改良了 叫做Hundred Percent Whole Wheat 但是Hundred Percent Whole Wheat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看到 第一個成分是什麼 Hole Wheat Flower 我想要是Hole Grain Flower OK 所以這個纖維是不夠的 第二 你看到它加水 加糖 有Glutin 有Vegetable Oil 然後你看到下面有一堆的化學名稱 那我很多時間會跟它說 如果太多化學名稱 你不懂得說 你就會知道 它給它很多防腐劑的機會是大了的 我不想大家會覺得 防腐劑是一定不健康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任何防腐劑 我很多時候說 如果麵包你買回來 遲遲都不壞的話 你知道為什麼了 OK 新鮮焗的麵包 如果你家裡焗過麵包 你會知道它是不會保持得長 如果可以保持得長不壞的話 你要有個問號 我很多時候說 食物越耕放 人就不耕放 如果你想你耕放 就不要吃些耕放的東西 OK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個是一般的 因為首先來講 它是用 whole wheat flour 不是 whole grain flour 那下面你看到一堆 很多是法學名稱 所以這個感覺上好像很好 100% 你見到如果你看到一些細字 它寫著 non-gmo 就是它寫到好像 標榜好像很好 但實際上是不一般的 OK 但你吃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柔軟 而且很多時候你吃麵包 很柔軟 很鮮硬 好像吃白麵包一樣 你就要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成份這麼好 會出現這樣 很多時候就不是了 因為它一定會 因為很多人喜歡吃麵包 所以喜歡柔軟 很鮮硬 但是很多時候有軟鮮硬 就是有 gluten OK 那個是做到那個效果 而第二是麵包很鬆化 是因為加了這些化學物劑 所以而出現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好選擇 那第二 就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也很多人買 叫做 Country Harvest 那我知道 有幾位看影片 可能不是在加拿大、美國 你可能未必見這個牌子 所以我特地是讓你看到 他們標榜 然後下面他們的成份 你就看到 這個比之前那個好一點 為什麼 因為之前有一個水 第二個就是 全棉、全棉花 但是之前如果你留意到 它寫著全棉花 所以比較上這個就好一點了 但是我看到 然後它就加了 Chicory Root Chicory Root 是令到它增加纖維 所以它裡面這個纖維 不是來自全棉花 全棉花 是他們的成份 那些纖維不太高 它就再加多纖維 所以它標榜每一個都是高纖維 它的高纖維不是天然 它加了這個 Inulin Chicory Root 這個是一個水溶性的纖維 還不夠 然後它就加糖 加一個P-Hulk Fiber 你看到卡的Chic 它會盡量將這些 Fiber增加 但你看到下面的名稱的名字 和之前的麵包的名字很相似 所以給大家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很耐用的麵包 是有個原因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般的 但是這個比之前的 這個比較好一點 現在講一下下一個牌子 下一個叫做Dampster Dampster比較厲害 我不是說要全部好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和這個大家又要比較一下 這個寫著Hole Green Hole Green Hole Green OK 我選擇Hole Green 然後你看下面的成份 如果是一些名稱 你懂得多些 還是一些化學名字少些 所以比較上 這個是好過這個 OK 但是更加好 更加好 就是我喜歡這個 這個牌子叫做 Silver Hill Sprouted Power 現在你看到市面上 有很多的麵包 叫做Sprouted Grain Sprouted是什麼呢 就是發了牙的麵粉 或者發了牙的五谷類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本身五谷類裡面 很多的營養素是很難吸收 也很難消化 尤其是裡面的B維他命 是很難分解 如果你本身腸胃 是比較差一點的話 你未必是分解到 所以有些人吃完這麵包 他們會覺得很腫脹 而Sprouted的道理就是 將它化了牙 裡面的營養價值 營養素是更加容易吸收 所以當你吃任何東西 有Sprouted的 營養素的吸收是高一點 第二來說容易消化 所以吃的時候 令到肚臟 覺得很難消化的機會是少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擇麵包 選擇麵粉的話 我想你選擇那個是Sprouted 聽那個字眼Sprouted 然後你會看到這些名字 你會看到有 就是寫著 Organic Sprouted Whole Wheat Organic Flax 裡面有Flax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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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到 有 它不是普通的油 它是 所以總括來說 你看到 這個成分 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裡面沒有 那些 大家不懂得讀的化學名稱 全部大家都懂得讀 第二 它是用Sprouted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選擇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麵包 看到這個牌子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 它任何的系列 就是它一系列 有不同的味道 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最喜歡 就是不外乎這個 Essico Grat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Essico Grat 如果你看到的成分 跟之前那個是很相似 但是它是完全是不下糖的 所以之前那個都有放糖糖 這個是完全沒有放糖糖 Essico Grat 在這麼多麵包 是營養價值最高 纖維油膏 最天然 而最容易消化 所以如果真的選擇 明白 這個牧布魚是第一 所以我很想由 一般去到最好 那大家可以有些選擇 也都會明白 為什麼我這樣選擇 OK 那我知道講到這裡 大家會認為 素贓 如果我們是 那我選擇 Sprouted bread好不好 因為現在很流行吃 Sprouted bread Sprouted bread 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Sprouted bread 它是用這個發酵的過程 用那個發酵的刀去做麵包 因為發酵過 它們是容易吸收 裡面的營養素也容易吸收 所以Sprouted bread Sprouted bread 和Sprouted的道理很相似 就是一個是發了牙才用來做麵包 一個就是用那個發酵的麵粉 不是發酵的麵粉 就是用那個發酵的刀去做一個東西 那兩樣都是這麼好的 但是Sprouted有一個地方 它的好處是什麼 它有我們叫做益生源 所以它吸收是非常之好 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是什麼 它呢 它的纖維呢 首位比較低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個高纖維 那這個你可能發覺 Essico bread 就比較好纖維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其他食物已經高纖維 譬如我煮過三文治 用沙烏豆 bread 但是我吃了一個很大盤的蔬菜 或者很大盤的沙律的話 那個沙烏豆 bread 就沒問題 因為那個纖維不需要不多 但是我其他可以補救 所以沙烏豆 bread 都是一個非常之好的選擇 如果你要選擇一個 又高纖維又好選擇 我會選擇Essico bread 如果你是喜歡 沙烏豆 bread 那個質感 比白麵包收到的絕對好很多 我希望今天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 當你下次選擇這個全麥麵包的時候 變成一個精明的消費者 甚至可以教你朋友 怎麼選擇一個健康的全麥麵包 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分享 留言 而最重要是訂閱 而你有什麼其他東西想要學的話 不妨在你的留言留言 我會記得看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